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昨天凌晨那一場 在桃園的進棚 這間公司的大火 直接導致五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然後另外還有兩名消防員 到現在還是重傷的情形 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消防員 林衛希呢 現在還是在接受葉克膜的治療 不過呢 他的病情有稍微好轉 另外一位也是很年輕的消防員 叫呂中玉 現在是清醒 不過還在插管治療當中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消防員殉職的悲劇 不斷地上演 不斷地發生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特別是針對這種大型的化學工廠 導致火災時候呢 每一間工廠就搞得好像是炸彈一樣 這些資訊不明到底有多少 包括柴油 硫酸 鹽酸 這一些毅然毒性的物質 數量有多少 擺放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完全無法掌握的時候 這些消防弟兄擺明 就是活活去送死 為什麼會這樣子 難道業者沒有所謂的通報 或是即時告知的這些義務嗎 當然消防員全職促進會 他們也要求說必須要立法 要求這些所有有擺放 毅然危險毒性物質的這些廠商呢 必須要主動 而且是提供正確的這些資訊 否則應該要刻意心者 這個問題要如何避免悲劇 不斷地上演發生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副理事長 李中午 中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桃園市的市議員 范剛祥 范議員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吳鳳科大消防系的助理教授 盧守謙 盧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盧老師之前也是消防員 我們再來歡迎是來自於 臺南的義消合委中隊的副隊長 鄭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來看看最新的消息是 這兩名受到重傷的消防員 現在情形有稍微好轉 不過呢 還是一個接受葉克膜 一個還在茶館當中 用顫抖的手 寫下其他人有出來嗎 焦急的問句來自平鎮分隊的消防隊員 呂宗裕 二十八號桃園進棚工廠大火 他第一個被送往醫院急救 清醒後最先想到的是弟兄安危 接著才寫下口渴想喝水 醫護人員怕影響情緒 只好先以弟兄都安全安撫他 我們剛剛講說都很安全 你放心 對 沒有告訴他一個實際的狀況 因為他基本上情緒已經很激動 對 那之後我們會請精神科的醫生 再幫他做一些壓力創傷後的一個評估 主治醫師研判 呂宗裕有中度吸入性灼傷 未來可能有肺炎 因此目前還不能把管三天後再評估 而另一位護救的林衛熙也還在加護病房 當時一度失去意識 裝葉克膜 目前狀況穩定 但還在昏迷 家屬和朋友都在他的臉書集氣 希望才剛當消防隊員一年多的林衛熙 能夠趕快清醒 有好一點嗎 真的 加好 有沒有張開一點經驗是 有反應 有反應 現在沒有辦法移動 所以你沒辦法知道真正腦部 傷害到什麼程度 只能從經驗跟過去看起來 這個傷害是很大的 但是是不是有機會都不敢講 林衛熙和呂宗裕都還沒脫離危險期 總統蔡英文及行政院長賴清德 週一都前往醫院探視 賴清德沒有發言 蔡英文則表示 希望大家能夠為兩人祈福 也將針對消防設備是否不足等問題 則成內政部通盤規劃 進行檢討改善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 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聽到更多的好消息 不過這一場大火一直燒到今天下午兩點多 才正式撲滅 但是因為溫度還是很高 所以呢 這些包括檢警還沒有辦法 立即進到火場裡面去 兩天的晚上 兩天前的晚上 這一把火燒 可是最大的關鍵是 它是一個大型的化學工廠 問題為什麼會導致這麼嚴重 我們來看看 黑煙持續竄出 禁棚公司平鎮工廠的外觀 已經被燻得焦黑 由於內部還在悶燒 消防隊則出動化學車 噴灑泡沫來進行降溫 今天的狀況 五樓以下 整個就是明顯的火已經減弱很多 只剩下一些微量的燜燒 那今天主要是針對六七八這三層樓 我們持續來做一個灌救跟搶救 靜附大火燃燒已經超過四十個小時 消防隊表示 由於廠房裡存放兩千四百公升柴油 還有鹽酸 硫酸和雙氧水等化學物質 是火燒不停的原因 經過消防隊員日夜不停灌救 火勢終於在下午兩點多成功撲滅 這場火災造成五名消防員兩名一公死亡 原本IPD時間神隱的禁棚公司董事長黃維京 三十號現身場區 對於火警當晚 公司人員是否抱錯受困區域給消防隊 他是一概否認 金鵬董坐堅稱沒有舒適 不過桃園市政府認定這起火警是重大公安事故 已經勒令金鵬憑證二場 三場全數停工 憑證一場五場部分停工 並依違反環保法令和職安法 裁罰超過三百萬 進鵬是高科技產業 廠方有很多化學物質 鄭文蔡也表示 未來將針對這類型的場所 進行全面盤點 不過桃園工業大廠眾多 相關抽查人類 能否負荷也是一大困難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再多的停工跟罰款 大概永遠無法挽回這五名消防弟兄的生命 以及現在還有兩名消防弟兄是重傷的情形 可是我請教眾五 怎麼會這麼嚴重 其實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新屋大火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其實在全台灣來講是一直有在進步 雖然說進步的速度可能除了桃園市之外 其他現實沒有那麼的明顯 但是一直都有在進步 可是這個案件跟新屋大火完全是不一樣 新屋大火是在 第一個它是一個違章建築的鐵皮膚工廠 然後它在又有性存症 直接說說有發生斷水的現象 那目前這場火警 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人 就是也沒有任何的人證 試證 誤證 就是說來證明說 消防局它沒有任何的疏失 那我去問了之後 其實大部分就是該做的他們都有做 就是新屋大火完全確實他們都有做 那我覺得最大原因是在化學工廠的資訊實在是太難掌握了 所以一般情形 你們在救火的時候 遇到像這一種這麼大的 而且是做化學的 那也許搞不懂 那到底做什麼化學 你們會進去救人嗎 我們一般都是會進去 我親身的兩個案例 一個案例是綠人科技 我曾經進去 然後跟學長進去救兩個外療出來 可是後來我們也知道說 你們有十個反應爐 他就說只要一個 反應爐 對 十個反應爐 反應爐是什麼 我就不是很明白 可是他說如果他只要一個爆炸 一個其中的爆炸 他全部就一起爆 所以我出來是冷漢直流 然後另外一件事 我曾經遇到一個化學的火警 就是在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狀況之下 我就被派進去了 被派進去後來是發現是電信走火 所以趕快把那個火勢撲滅之後 我就出來 因為我很害怕 裡面有一桶桶 大概上百桶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所以在現場其實 化學工廠 他要提供你多少資訊 是很重要的 就算他 照法規規定他申報給你 或者是他提報給你 可是他現場有可能徵戒 有可能改戒 是 有可能 甚至有違戒 或者是說他的物品 今天又放了什麼東西 他還要走公文牛市 他也沒跟你講 我也曾經遇到一個火警 打到最後 已經都在殘火處理了 只有水去噴到煤粉 整個大 整個大爆炸 所以現場有兩個消防人員受傷 所以我覺得業者務必要提供完善 完整的資訊給我們 不然我們進去真的是受死 但通常他會囤積那麼大量的 危險的化學 不管是易燃或是毒性的 他某種程度都是違規的 所以他就不會主動跟你們講 對不對 有的是違規 有的是他真的有缺食申報 對 可是他申報給你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我柴油有多少公升 然後我的鹽酸有多少 可是你不會知道要相關位置 那這種危險物品的工廠 他只要超過管子 這樣30倍以上 他要成立所謂的保安監督人 這個保安監督人就要負責管內 就是他們廠內的安全物品的那個管控 還有相關安全設備的維護 甚至他要做所謂的防護計畫書 所以他防護計畫書裡面會有一些圖 但是那圖茲呢 有時候你送來消防隊 那你可能有改變或幹嘛 你就未必去做更改的動作 而且那圖茲送來消防隊 消防隊員不可能 我一出去救災 就帶著所有的工廠的 那個防護計畫書出去 所以一定是有賴他們 他們也會自己自存一份 那是希望他們都是可以放在守衛是最好的 進棚這個大火 他們是放在公司內部 所以他們根本取不到 等他們取到已經三小時過後的事了 所以如果要是放在守衛是的話 可以馬上提供給他們 然後去述現場完成的裝備給他們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好 不過消防弟兄在到進棚的時候 應該也都知道說這是一個化學工廠 那只是裡面有什麼可能掌握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他第一時間一定知道這是一個化學工廠 可是當你們聽到說有兩個移工受困的時候 就算是化學工廠 你們也是非充不可 我覺得沒有到非充不可 而是真的要是狀況 因為我們遇到的化學工廠 絕大部分都是一層樓建築物 所以一層建築物我們在判斷 如果整個火燒出來的話 我們一定是絕對不會進去的 可是進棚他們是八層樓 他一開始去是看四五層樓在燒 所以四五層樓在燒 一般我們對火警的觀念是 下兩層以下的樓層 他是相對會比較安全的 是 那所以他們是判斷說 有人受困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往四五樓 我我只是在一樓 坐先坐 因為他抱有人 我頂多是在一二樓而已 我不可能再往上了 那我們到現場也要先建立一些 比如說我要必須把水線先拉好 把水源先建立起來 是 以免他萬一突然發生什麼狀況 我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控制 所以我去撲面火勢的一個動作 那問題是你危險物品 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你是堆積在比較高的樓層 那他可能在爆炸的過程之中 或者是液體 他有可能沿著管線間 或是樓梯間 電梯間 都有可能是洩漏出來的情況之下 他就是往下燃 往下燒 其實這是有為我們一般對於火井的概念 因為一般火井都是往上燒 所以變成是 我們會認為是說 是不是以後化學物品 不應該存放這麼高的物質 因為你存放在一樓 一樓燒起來樓上的全部死光了 是的 你存放在高層樓 那我進去的人 如果遇到爆炸什麼原因的話 也是往下 對 我會更危險 對 那我們會希望說會提休法 也會希望提休法說他應該是單層 就是單層一個建築物 一層樓這樣子來做使用就好 OK 你如果要放合法的這些 液燃化學物質 你就是要放在平房 對 就一層樓這樣 你不可以說八層 你要黑白放一樓還是八樓都死 因為那牆就過得很困難 最有名的就是日月光 日月光當初在燒 它七層在燒的時候 消防農業從一樓到七樓 其實現場的濃煙真的超大 那一天我在現場 不過 班尤恩你剛才跟我說 你聽到那個PCB 就是那個印刷電路板的工廠 燒起來 你的整個頭髮就豎起來 為什麼PCB這麼困難 因為我以前是擔任環工技師 在當律師之前當環工技師 那我們環工技師就知道PCB 做這個印刷電路板 他能夠做印刷電路板 他本身製程就很複雜 他要十顆表面處理 那裡面的化學物質 我想大概呈千上百 而且不一樣的印刷電路板 他的化學物質還不一樣 甚至他可能是產業機密 因為我看到說 鏡鵬在反映的時候 他事實上我覺得有點遲言 資訊的遲言 那除了他本身管理不散之外 本身他是不是認為 有商業的這個秘密的考量 是 因為他畢竟他是一個 也許他覺得要維持產業的地位 或者他對局勢的這個判斷 並不清楚 那總而言之 印刷電路板本身 像我們的印刷電路板 看起來是不是很複雜 他能夠維持成那個樣子 製造成那樣的成品 還有一定的安定性 他裡面的化學物質說真的 我覺得是很難以想像 到底複雜到什麼程度 最少我們當初在處理廢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PCB的廢水 就是不好處理 是 除非他告訴你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那當然 毒性化學物質 在我們的現在的法令 的這個規定裡面 毒性化學物質就是要申報的 可是申報 跟你知道他的所在的位置 跟他的存量 還有你在第一時間的反應 其實並不一樣 你例如說 假如說他的量不一樣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是 這個高毒性的物質 我不曉得啦 例如說我們常常講的 氫化物 那個裡面 是一個的青色的 氫的那個氫化物 它是劇毒性的物質 是 我們的護膝面罩 真的有辦法阻隔 這樣的東西嗎 我不曉得 因為護膝面罩 它到底是一個 只是熱量 或者是這個 這個解釋團 它有沒有吸毒的效能 那議員我先講 像競鵬這種公司 這種工廠 在桃園應該是比比皆是 PCB我記得桃園 是最大的生產基地 像他這一種 囤了 至少我們現在看到 是兩千四百公升 以上的柴油 然後到處都是 鹽酸 硫酸 然後可能還有其他的 更可怕的東西 這一次競鵬 或是像其他的 那種工廠 到底桃園市消防局 都知道哪裡有多少嗎 我覺得這個資訊的掌握 可能並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這次事件很有趣 其實大家都聚焦在 所謂的柴油 可是說真的 以我們的環境化學 危險學過的化學 或者我想李副理副理事長 可能也有這種感覺 他們PCB工廠裡面的 所有的化學物質裡面 柴油大概 還不是最嚴重的 柴油是相對單純的物質 它的燃點或者易燃性 其實都相對來講是低的 那真正的麻煩是說 它的物質非常多 而且有的是劇毒性物質 假如劇毒性物質 沒有辦法掌握的時候 或者說它的揮發性 可能也很強啊 像我們剛剛講 你假如說是高樓化的建築 你看它顯然跟新屋 是不一樣嘛 新屋就是鐵皮屋 是 鐵屋燒它 所以它的狀況是單純的 可是你八樓的 我們以前學過流體綠學 就知道 那個流體綠學 根本是無從預測啊 你從管道間 你從共同的這個排氣口 它有排氣口的問題啊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有時候 表面處理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毒性物質 它必須要收集的這個管道 那這個收集管道 當你發生火災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火勢延燒的 這個管道 我聽到消防局的這個報告 是這樣講啊 他說我們的氣候點 是在五樓的防汗區 是 然後在他們沒有預計到的狀況之下 延燒到一樓 當他們這些人 團進團出的時候 他們進去的時候 那個狀況是ok的 那這個聽論 更讓我覺得說 哇這個風險要怎麼預估啊 是 因為毒性化學物質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是說像一般 一般的東西 你假如說燒到相當程度的時候 它會有相當的溫度 相當的這個這個這個破壞性 毒性化學物質 它可能是造成這個有毒的 這個劑量的時候 對人體有害的時候 你未必察覺的出來 是的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的 像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金瓜石旁邊有一個聯動蝦 聯動蝦 它旁邊的那個蝦是超亮的 烏角病那個蝦 是超級超亮 可是你看到那個聯動蝦的蝦水 是清澈見底 清澈見底 你搞不清楚 人跑去那邊玩蝦 你會發現 連魚跟蝦都沒有 因為他們生存不了 毒性化學物質就是這樣子 它不是像一般的 有熱量的那種能量 它是可以預見的 所以我看到這樣狀況 就是說 他們在判斷的時候 認定說是沒有問題 還跑進去 我在想說 也許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火災說真的 為什麼造成這個 這個重大傷亡 原因我們並不確定 可是是不是 我們對他的毒性化學物質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沒有評估到 那當然在後面的 這個火災調查的時候 就會確認 盧老師 您當然很久的消防員 昨天這五名弟兄殉職 最最最最大的問題 原因出在哪裡 那事實上 因為時代在進步 那我們消防這方面 在民國九十九人 我們消防署成立一個 廚商信念中心 那各件事消防局的人 都會派人來 這個信念中心信念 那照這幾年來 我們的在這樣的一個 消防的戰術 跟戰績方面的水平 事實上已經提升很多很多了 那這樣以前的話 我們一般的火 很少會進去 那現在的戰績提升 上面會要求 裡面的火 你一定要進去 那如果裡面的火 你不進去 搞不好業主 他提出一個國賠 為什麼你們消防人 也沒有進去 這要牽涉到國賠 那那那一方面去 我們現在政策是說 只要裡面有火 消防員就得進去 欸 這個是看 不能這樣 不能 這不是絕對性 這是相對性 看你現場的 實際的環境 那 因為 像 事實上 規矩還是說 我們人意的部分 我們要徹底去檢討一下 一般在國外 他現場會有一個安全觀 就是說安全 因為你指揮官 你要負責很多資訊 他的資訊已經超窄了 比如說他要無限量回報 他要看很多東西 但是這現場 他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一般在我們這樣 像這個 這個進盆這方面 他因為有第四類的柴油 因為他也超過管制量 管制量是一千公升 那你超過管制量的話 我們就列為 共共危險物品 是 他就指於第四類的 那可能他還有一些 什麼酸性的第六類的東西 那依照公共危險物品的話 他會有個專責 來負責這方面的人 那個人叫保安監督人 那這個 我一直在講 這樣 我們我們的硬體在提升 但是我們的軟體 並沒有很相對的在提升 軟體的一個教育信念 還在意識 那這個在軟體方面 依照我們的消防法規規定 他說每半年 你要辦一次智慧消防編主演練 那你一定要去演啊 要去跑啊 包括你的狀況模擬啊 那像這一次 因為現場我們 現場指揮官他得不到一個 很完全的一個資訊 他可能就看到 他用熱影像以去掃瞄 沒有很大的一個熱點 所以因為要聽到說裡面有受困 是 那受困的話 依照我們消防人 當然本體職責一定要進去救人 那救人的話 可能現場的面積也蠻大了 那又礙於我們的空氣 空氣呼吸器的一個農氧的限制 一般就二十幾分鐘而已 那二十幾分鐘 你要考慮你的緩程 所以你不能用那麼多 你只能最少留了 差不多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緩程 你要回來 那像這一次 他可能要撤退了 這樣撤退 是讓火場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火場是一個完全黑暗的 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想像 像你關起燈啊 那火場它是一個黑暗 而且又有高溫 高溫 而且又揹了一個空氣瓶 那這種空氣瓶我以前揹過 因為我當指揮官我也會進去 空氣瓶揹了裡面 那事實上裡面 而且又是高溫那種濃煙 那這是因為現場又有一些倒塌的東西 造成很多障礙 所以他撤退 可能就沒有那麼順利的撤 又被可能自己又被什麼關係拱到 或是現場的一個高溫 或是有一個突然的一個爆傷 因為這種地勢類的東西 地勢類的東西 這種蒸發燃燒 而且就像剛才那個副理事長講了 他怎麼會在四五樓那麼高的地方 那如果以這樣而言的話 因為發電機那個柴油是做什麼 柴油是給發電機用的 那像我們一般的集合住宅 這柴油也要用到 發電機也要用到柴油 所以我們一般的集合住宅的工藝大廈 也是有這個問題 那一般是在地下室 柴油草會在地下室 那如果你超過一千公升的話 我們會列為公共危險物品 那那因為這個進盆 它是屬於九十一年的建造 那如果你是九十五年以後 你要照我們的新法規去要求 那因為這樣是九十一年的一個 計設的一個合法場所 那我們法規指部分的要求 它的位置構造設備 請做部分的一些簡單的要求 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 比如說它要防火 因為新法規它有規定 如果一般 除了第二類第四類的 這樣的一個公共危險物品 可以在第二樓以上 其他你通通在一樓 只能擺在一樓 那如果你第二類第四類的 第四應該才有第四類的 公共危險物品 它屬於一覽性議題 那你要在四樓的話 那新法規去要求 你一定要有一個防火 所以我們現在在法規的限制上 還是有所不足 可是副隊長我請教你 你是有剛才這個化學大火 有 有 那跟一般的火燒廚 燒火廚有什麼不一樣 以我來講 我覺得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如果裡面有人的時候 非救不可 對 以我們來說 因為我本身是那個救助隊 那我們是以人民守所為敵 優先 那當我們聽到裡面有人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的話 今天就算我們知道 這是化學工廠 但是他到底化學物質 有多少 危險性 係數多高 不是我們能夠評估的 當然在我們在 在在在在 在往火廠的過程中 我們我們消防局會做 簡短的 簡略的敘述 譬如說這工廠裡面有什麼比較 要我們注意的物質存在 他會通知我們 但是並不能很詳細 那你說一個工廠 他就算他 他很照實的申報 他有一百 就算他有一百種有的物質 但是因為他是個生產工廠 是 我絕對相信他不可能說 我一百桶擺在這邊 我都不會動的 他一定會有進出 用掉的 所以我絕對相信這數據是 不可能是很準確的 那但是當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當我們聽到有人員受困的時候 其實那一種 那一種 我不會解釋這種 這種說使命感也好 因為你明知道裡面有人受困在那邊 你在考慮 這一些因素的時候 那你當初你就不用做校園員 當初不管是當警校或預校 是你的唯一的初衷目的 就是要救人 是 你不可能說聽到有人受困 你還要說 等到大隊長來了 等到消防署署長來了 等到那個平面圖來了 等到什麼什麼都來了 等到說哪裡有什麼東西 有多少數量都掌握清楚 才決定進去救人 其實在臺灣最最讓我們困擾的 其實反而不到 不是這一這一些 反而是圍觀的百姓 圍觀的百姓真的很可惡 他們不懂 然後他們又裝懂 會在那邊 你如果不出水啊 你如果不怎樣 會很多 他們不懂然後亂講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以前救災 你看消防車到了 就出水往窗戶裡面射 但是有可能 窗戶裡面射是客廳 但是它火災點是在廚房 你根本是打不到火的 那只不過造成客廳 原本沒有損失 就變成水水 你如果在現場評估的時候 旁邊圍觀的民眾就說 你才會這樣啦 第一就說才會這麼晚來 第二來才不會衝進去 對對對 你就實在沒狀況 你要怎麼衝進去 不過我們也來請教一下 透過電話連線 請教明傳大學建築系的教授 他也是防災 救災非常專業的老師 王建築 王老師 王老師你怎麼樣看待 前天那場悲劇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整個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在討論 整個在後端的消防部分的處理 可是更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前端 因為這個案子 它已經牽涉到 跨了很多很多的局處 包括像金發 都發 建管環保 消防 腦圓這些其實都在 整個這個體系裡面 它會有產生很大的一個關聯性 那我們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回溯來看 這個本身這個案子 它在前端 其實是金發局主辦的業務 但是在空間的部分 是跟建管單位有關 那我自己經常在審查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其實它送進來的這個廠房 都是空的 比如說它其實不會在送診的時候 就告訴你我以後要擺什麼設備機具 那所以當我們在審查的 整個就這個空的廠房去審查 那後面它要申請使用執照的時候 其實依照台灣很多的狀況 它的使用執照跟它後面的使用 也未必完全相同 那所以它才會產生 剛剛很多先進提到的 那個現場的狀況 其實非常難掌握 到底圖資跟現場 後來他們怎麼去配置上 其實都已經不完全一樣了 更何況有毒化學物質 再進來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真的很誠實地來申報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們現在目前這幾個單位 在整個運作上 它其實少了一個交叉的比對 那我們一直把這個工作 又交給後端的消防檢查 那消防人力 它其實可能都已經不夠了 那再去做這個消防檢查 我覺得讓整個前端的那個戰力 會更失禁 這是在第一個這個部分 是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 現在在我們整個在探討的這個案例裡面 其實台灣一直少了一個叫災害調查的制度 我們的不管是火調 或是說針對各個不同的災害的調查 其實它都是前端 針對災害成因的調查 但是針對整個這個體系的部分 或是我們現在制度面的部分 這些案例有沒有變成 我們要去修改這個體系 其實因為大家怕被司法或是監察 去做糾正或糾局 不太敢講實話 所以台灣這麼多的案例 其實我們很少變成實際上的經驗 然後來修改 這是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風險溝通 這一塊其實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其實都不太知道 我們的周邊有哪些工廠 然後它到底存放了哪些有毒 不管是化學物質也好 或是有可能液散出來哪些的有毒氣體 那台灣因為在土地使用分區上 不同的分區非常的靠近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風險溝通 民眾了解或是認知的 這個部分的權利 其實並沒有被刪定告知的義務 那更不用說 那個消防隊員到現場的時候 有些廠商他可能甚至還故意 不告知現場的狀況 因為他很怕現場有媒體報導出來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一直不斷的在累積 我們在這整個案件處理上的困難度 跟更高的消防隊員在後端處理的風險 所以以災害管理來講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這四個階段 其實我自己一直覺得空間的規劃設計 跟整個在廠房的管理其實是前端的減災端 那消防的工作其實是在應變端 那減災端沒有做好應變端 其實就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王老師您剛剛提到三個面向去釐清 這一次悲劇的一些問題 不過我想請教你 包括明天消防員工作 權益處境會會開一個記者會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訴求 是希望立法委員可以立法 要求這些可能會置放有毒危害 以及毅然的這些物品呢 業主必須主動而且定期的提出向 主管機關申報 否則就要刻以業主相當的行責 請教一下王老師 這樣的做法是否有助於減災 這個必然有助於減災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他的群責其實是在監管單位 也就是我們必須在監管法令裡面 很明確的把對象定進去 那這個是讓業主願意 他有一個依訊 但是其實很多台灣的業主也在賭 他在賭你 我今天沒有通報你也查不到我 那甚至你查到我 那個罰則也很輕 所以這兩個都會讓大家 其實在權衡所謂的風險 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點低估的風險 你的存在 是 是 也就是他的行責跟代價 必須再提高 非常謝謝王老師 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資訊 有沒有人受困 今天講很難聽了 如果沒有人受困的話 進棚你燒個十天十夜 當然那是環保的問題了 燒一間工廠跟燒半間工廠 沒差了 可是只要有人受困 消防弟兄就大部分都會衝 不管他有沒有掌握到足夠的資訊 問題是如果提供的資訊有錯誤的話 是不是最最最大的關鍵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 包括媒體跟相關的消防局處 沒有辦法完整掌握室 那兩名也不幸罹難的移工呢 究竟是在失火的這一棟建築 還是在隔壁的那棟建築 如果是在隔壁那棟建築 是不是有人提供了錯誤的資訊 使得所謂的救錯棟 如果是在同一棟建築 為什麼三更半夜 兩個移工會在工廠那棟建築 我們來看看到目前為止 一些資訊還沒有辦法掌握 可是重要的有沒有人受困 還有化學物質的數量擺放位置 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完全無法掌握 近篷工業平鎮三場 原本貼滿白色磁磚 卻已經被大火燒到整棟焦黑 二十八號大火奪走七條人命 外界質疑當天救災調度混亂 不過九點四十五分 接手指揮的桃園市消防局 第四大隊組長陳鴻全 還原二十八號大火 近篷並沒有在第一時間 給出員工正確的受困資訊 當他一察覺火場有異狀 立刻要求弟兄趕緊撤退 卻為時已晚 第一時間他的那個警衛 沒有告訴我們明確告訴我們 是在哪一個區域在做受困 原本是期望他可以順利可以出來 但是因為後面陸陸續續 無線電的通訊的部分都沒有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開始在緊張 開始在緊張 因為內部的部分 我們發覺一樓的那個煙神已經下來了 而且溫度也開始慢慢的提升 燃燒槽破裂 三廠後側一樓到頂樓已全面燃燒 但無線電傳回兩次收到後 就得不到受困消防員的回應 儘管派員進入逐層收救 還是沒能挽回五名消防員性命 陳鴻全至今回想起心情依然無法平復 甚至有看到水線他們的水線有被比較大型的中物有壓到 可能就是會影響到他們去判斷逃生的一個一個動線 所以說這也是也是 廠區空間動線複雜 恐怕不是只有在禁棚救災才會碰上 桃園擁有三十二個鮑鞭工業區 處處可見管線除氣槽等工業設施 基層消防員坦言在桃園這座工業大城打火 比其他非工業縣市執行勤務還要更加複雜困難 也有基層消防員表示 配備的空氣瓶供養三十分鐘 若在結構單純的瓶房救災 三進三出不成問題 但進出工業廠房 百貨賣場等大型建物 就會顯得吃緊 業者能否在第一時間 將廠區存放的化學物質 內容物與位置 據時已報 也成為消防員能否平安 出入火場的重要關鍵 記者黃金城 柏玉桃園報導 我們再來爭議一下 到目前為止的相關的資訊 不過必須特別強調是 到今天傍晚過後 檢警才有辦法進入到火場 去做相關的一些重要資訊的掌握 到目前為止 各界的說法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到現在資訊有一點亂 我們整理一下 然後是不是 敬鵬這間公司沒有及時提供平面圖 然後是不是火警發生五個小時之後才說 有兩個移工 然後呢是不是消防員所謂的救錯洞 消防署的說法是絕對沒有救錯洞 因為移工跟消防員不幸罹難的屍體 都在是第三場被發現 不過桃園消防局是說 消防員是在三場一樓 他的屍體是在那邊 而移工是在二場 二場是三場燒了之後延燒過去 所以明明這個時候他其實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跑 那為什麼會那個不幸 這兩名移工不幸也會罹難呢 那個檢調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可是被困住的是在二場 消防員衝進去的是三場 是不是資訊有誤 敬鵬公司的說法是說負責公安的書信員工 也跟消防員說明樓梯的位置 而且是帶隊員上樓的 因為農煙太多才離開 所以沒有提供資訊錯誤的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調度有一些問題呢 沒有瞭解狀況就直接衝進去呢 消防局的說法是現場人員告知 兩個移工失聯 隊員才進去 研判伙事有擴大的跡象 所以才透過無線電要求隊員撤退 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那為什麼放那麼多的化學物品 為什麼化兩千四百公升的柴油呢 敬鵬的說法是說 柴油是為了發電機 容量在法規限制當內 然後呢 存放的位置跟火場的位置不一樣 也就是說這次大火不是 兩千四百公升的柴油 所直接導致的 不過消防局的說法是說 有依法列管這柴油兩千公升 而內政部長葉俊榮說呢 工廠內囤積化學物品 雖然有通報 可是放哪裡不知道 所以要求呢 以後呢 這些化學工廠都要把放的位置呢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講出來 我再請教一下中午 化學工廠火災 資訊為什麼這麼重要 而在這一次 但我們必須強調 很多資訊可能要是在過幾天之後 會比較明確 是不是這一次資訊 掌握有所不足 呃 我不能說 是不是這一次掌握不足 我應該是說從過去到現在 沒有一場沒有一次掌握足夠 沒有一次是可以掌握足的 因為從過去的經濟上來講 業者規避啦 我覺得規避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說 就算他有 他有照跟你講 可是有些他們在現場 其實他們會慌了手腳 他跟你說也說不清楚 然後他自己 也沒有辦法很確確的 直接跟你講明 那唯一就是靠 就是你一定要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你應該在這個建築物的一樓 或是在一個比較看得到的地方 你就應該要載明 或位置 然後載明到底有哪裡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到現場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在這裡做一個判斷 除非他也可以隨時在那邊做一個更新 對 因為他可能來不及通報 或者是來不及去更新他的計畫書的話 他都應該直接弄在那邊 有點像一個公布啊 那種感覺 我們覺得這樣會更好 是 是 也就是說不要說只想說一開始在建管的時候說 我這個位置可能要放哪裡 而是呢 直接在大門口那邊弄一個牌子 我放什麼東西 多少數量在哪個位置 不要說只靠人 因為管理這些危險物品的人 那一天休假 或那一天不在現場 或是那一天出國了 你沒有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議員 到目前為止你掌握的是不是有不同動的問題 我目前聽到的說法都是說不同動 那我是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問題 是 到底人在哪裡發現 在二場或者三場 到時候就會知道 那我目前聽到消防局的講法 他們是斬金接鐵 那事實上誰最接近現場呢 我想一定是消防局的人最接近現場 這個不管是消防署的人 我相信副署長應該沒有親自到 這個現場裡面去救災 那靜鹏公司的話 在我來看 他是一個利害關係人 靜鹏公司他本身 他為了要歸避自己的責任 他的說辭是必須要經過比較多的推敲的 那我以我過去的經驗 為什麼檢警還是比較可信 因為你有所謂的未證罪 或者等等的這個這個法規的要求 而且他會經過交叉的這個這個詢問 去重建事實 所以現在是還不曉得事實在哪裡 可是以我的這個習慣 你一定是越接近事實的人講的話 有點像暗中初攻嘛 你越接近事實的人講的話 越有可信度嘛 所以我目前是認為說 應該是這個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不過過一兩天一定會有更明確 更正確的資訊出來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所以現在去過度推斷 其實意義都不大 因為這個遲早會揭露 不可能說永遠不滿 您是桃園市的議員 接下來會要求桃園市政府 不管是所謂的監管單位也好 環保局或者是消防局也好 對做什麼東西的改正 我們當然第一個 先要能夠把事實確認 因為既然這是不同的原因 那你這次不管怎麼樣講 他是產生這個問題 那我最少要能夠掌握事實嘛 你要是連原因都檢討不出來 你做後續的這個這個這個 要怎麼樣改正都很困難 是那至於說資訊 那事實上桃園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 桃園不管是環境負荷 或者是生產類別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 這個這個地方 那我相信我們在這些資訊的掌握上 還要再更去更去努力 我們現在常常去講說大數據啊 大數據也許在這些資料的掌握上 或者對於一個像這樣鏡棚 他過去公安紀錄也不好的工廠 他的可能或者你的這個機查密度 這個應該都要有區別式的待遇 或者是你可能對不一樣的行業之間 去做一個類型化的這個整理 哪一個行業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這個危險 等等等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你要先 在讓他們進去之前 你要先有個導引 你假如說沒有一個導引的話 那你叫現場的人去判斷 可能很難判斷 尤其那個時候 你沒有什麼期待可能性嘛 因為大家都這麼慌亂 可是行業跟行業之間 他不一樣的特性 其實是可以整理出來的嘛 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去歸納 是我覺得在這個部分的資料庫的建立上 是應該還可以努力 你放木材的 跟放PCB廠的 跟放其他的這些塑膠的跟放其他就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知道大概產業會有什麼不一樣 是進入這個產業的時候 他的典型危險是怎麼樣 或者例如說你是高樓的建築 跟你是平面的建築 那又不一樣 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去做一個資料的 不過很顯然 看起來敬鵬不是好學生 不是真的不是一個好學生 他公安違規紀錄 真的是洋洋灑灑很多 我們來看看一百零五年就被處分 像是這些化學設備管路維修 說開關閥沒有枷鎖也沒有人監視 也沒有標示所謂的供輸原料的 這些化學設備等等的 一百零六年還有說廢水廠的 這走道沒有設護欄 然後也沒有說無關人員 進入的這些相關規定 危害防止計畫 也沒有經常檢查等等的 然後像是沒有給勞工 合適的呼吸的防護具 然後用高壓清洗機 沒有設計所謂的漏電的斷路器 然後有危害勞工之餘的機械 沒有護照護衛 然後勞工從事化學物質或搬運儲存的時候 也沒有用適當的容器或是包裝的方式 我們再來看看 整個管理這種化學工廠 到底管理上有哪些漏洞 我們現在消防法以及公共危險物品 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安全管理辦法 講到說有六大類六十九項 包括氧化性的固體 毅然的固體等等的 這些都要去管制來管理 各地不同的標準 桃園的標準跟台南標準 應該是不太一樣 儲存 製造 處理都有標準 可是都要向當地消防機關 提安全計畫 提計畫而已 那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也分了四大類 包括製造 運輸 儲存 廢棄 都要跟環保署申報 不過這個問題 剛剛王建局王老師談得很清楚 你當初蓋廠房的時候 是建管單位 或者是什麼那個經建單位 經發單位 然後之後呢 你說要放你是跟環保單位 可是要救災的是消防單位 你現在這些毒性物質 是跟環保署申報 環保署有沒有把資料交給地方 或是跟環保局申報 環保局有沒有給消防局 這都是一個所謂的局處之間的資訊共享的一些問題 再來更大的問題 申報在申報 我申報一千公升 我給你放兩千公升 我沒有申報 給你學不會放 我再請教一下劉老師 化學物質的管制很顯然 在目前為止我們是鬆散的 主持人剛剛已經講到一個關鍵了 就是說 你如果你是公共危險物品的話 當然就歸消防這個部分來管 那如果你裡面有毒性的話 那你可能又另外一個單位 比如環保署他來管 但是環保署那邊的資料 我們消防這邊可能拿不到 那照我們整個消防法規 那像這個他有公共危險物品 他可能要有一個專人叫保安監督人 那當然從這次以後 我想應該把他拿到一個法制化的方面 比如說你保安監督人 在發生災害的時候 你要提供必要的資金給健常指揮官 畢竟健常指揮官他不到裡面的情形 就像我們 你不到敵人是怎樣 那你又不到自己的話 你這場坐上起來 你一定會失敗 你完全對對方不了解 那對方的了解 當然你要從對方來提供 那像我們的消防法規方面 比如說你放一個柴友 那當然有標示版的規定 在他第十九條裡面 他做一個標示板 那標示板在標示之後 他是一個第四類的一個柴友 那包括他的管制量多少 但是這個東西是放在四樓 你擺在四樓 你是擺在四樓的門口 那整棟燒起來的話 那你四樓火場是黑的 我們也看不到 四樓到底擺的是什麼東西 那你只能靠現場的保安監督人 來跟我們提供 所以我們希望 適合這個保安監督人 你有必要跟現場提供必要的資訊 那像這是他們的通報不完整 那當然是內部的作業 那這個在我們整個消防法規的 一個智慧消防邊署裡面 他們有一個通報班 避浪引導班 一個滅火班 政治安全環護班 救護班之類的 那這個這個 他們內部的一個作業 可能也不是那麼完整 但是我們也希望從這次以後 在這種軟體的教育信念 他們要落實這樣的一個 防災教育演練 提升他們的防災知識 是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過很重要 很重要是資訊充分 才不會讓消防員白白的送命 我再請教一下中午 所以消防員 全力出境會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要修法 包括要求業者 必須要提供 即時正確的 擺放物質數量跟位置 否則要刻意刑責 為什麼 這個幫助有多大 我覺得 這有點算是沒有方法的方法 只有透過刑責 甚至是罰款 因為目前看來 其實我們很多的罰款 我們認為都 其實廠方 他會覺得不通不搖 你像競鵬這一次罰五百萬 光到胖子裡 五百萬是能買人命嗎 對啊 所以 所以可以行責 或許會比較有一點 嚇阻的效果來達到 是 這個希望立法委員 也要一起來證視這個問題 但是副隊長 我請教你 之前我們說一下 很多次 跟那個消防員權益的問題 其中那個設備的問題 我們也談了很多次 包括說 消防衣老舊 不耐高溫 外的都打鼓鼓 嘴藍藍的 還要繼續穿 包括說 他那個所謂的空氣的 那些空氣瓶 老舊不堪使用 用這個就沒空氣了 我們來看看 設備是不是真的大有問題 桃園市議員 劉勝全說 桃園有百分之四十三的空氣 呼吸器 九層的消防衣帽 八層七的潛水裝備 八層的救生艇 六層三的化學防護衣 超過年限使用 過期還在用 再來台南市議員林彥柱 他說 各分隊普遍存在空氣 呼吸器 表面的這個壓力表面 有點模糊 就是說到底還有空氣 不知道看不出來 你待會可能 你也會看看 數值失準 看起來有 用了沒有 甚至去年放倉庫 放到現在都沒修 水箱車水管破裂嚴重 常常看到大水柱 小水柱一起亂噴這樣子 水公都打鼓鼓 消防員工作全業出境會 副理事長林中虎說呢 現在部分縣市呢 只有部分縣市 就是一個消防員有兩套 消防衣 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套 按摩破的就是自己 自己要去認 為什麼要兩套 兩套要做替換 因為你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身上會有很多殘留的 致癌物質跟化學物質 你一定要去做送洗 然後你才能去穿另外一套 如果你有一套的話 你就不能洗嘛 譬如說今天早上才去打火 晚上又失火 你要穿同一套出去 對 所以我們目前折衷的做法 是穿放假同仁的 要穿別人的喔 對 就是我的我的穿完 我先放 太大太小 這個就只能認了 對所以就只能找比較體型相當的 你有一套還兩套 一套 所以部分縣市是哪一個縣市有兩套 我知道桃園有 桃園有兩套 對 缺乏高階的裝備 譬如說傳輸性的空氣呼吸器 我們來看看這個資料 請導播給我看一下我的電腦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問題 這是消防署統計 所有臺灣各縣市 這個是有的喔 還不談沒有的喔 現有的我們來看看喔 包括新北市個人救命器呢 大概是兩千兩百多個裡面呢 一半呢是過期的 八九成以上是過期的 空氣呼吸器沒有很重要的嘛 進去沒有空氣就穩死的嘛 看是灌資源最多的臺北市啦 五百八十個呢 是在期限內 五百零七個過期 一半過期 新北市數量稍微好一點 在大概兩千五百個空氣呼吸器呢 兩千個呢是合法年限 四百零八個過期 桃園市喔 這次出行刺行的呼吸器呢 大概六百多個呢 兩百二十八個過期 每個縣市都是這樣 過期比例很高 再來看A級防護衣 這最多的臺北市喔 你說資源最多 大概是一百四十幾個 其中一百二十四個呢 過期 新北市呢 也是一百三十七個A級防護衣 然後呢一百一十七個過期 桃園市六十七件防護衣呢 二十七件過期 我先請教副隊長 才會這麼吃力 其實我們的裝備齁 都過期 可以這樣子說啦 但是其實 其實我我我我 我有一個比較跟 跟大家想法 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我個人的裝備 來講 我的裝備 其實跟我有一段時間 我現在 我今天帶來裝備 是我去年 換發的裝備 以裝備的新舊來講 我的裝備 還算滿新的是去年 去年我拿到的 那去年拿到 跟今年拿到的差異 只差異在重量上 我的空氣品的重量 是十二公斤半 那新的最新的是八點九公斤 差了一點點 那消防衣來講 我的消防衣去年 領到現在 我這樣使用的時候 有磨到 有破掉 但是你說到 完全不堪使用 我倒是還不覺得 不然副隊長 拜託你出來這個 好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 那個桌子 可以放你消防衣 你先讓我們看一下 你的內建消防衣 好不好 今天說去年發的 對 去年發的 你今年就穿成這樣子 其實這跟火場多寡 跟我出群次數有關係 因為你出 因為其實我們在火場裡面 不是正常的 在街上逛街走路 看看風水 那我們是在地上爬 那會勾到 撞到 所以他摺損率 其實算滿高的 去年發的現在已經搞成這樣子 這一件 理論上要讓你穿多久 沒有 就穿到壞掉 真的自己 真的已經覺得說 譬如說像袖口來講 其實我這一件袖口還好 那我換掉的那一件是 整個袖口已經沒有 沒有 沒有這個束了 整個已經都封了 比如說我的手 如果伸長一點 比如說我的手 跟我的手套中間 會有 那個 沒有保護到 像我這邊手 這邊 我有一個從這邊到這邊的燙疤 就是在火場 在攻擊的時候 因為手 那個 他是在一個樓梯上來 但是火是在我的後面 那我為了把 為了把水袋 往後折的時候 我被手被去燙到扶手 那 因為 因為 因為我的 我的這個袖套已經壞掉了 那我手套又比較短 那所以 就 你那個不能換嗎 是可以換 但是 沒錢換 沒有 因為我們的裝備是消防局 在 在撥給我們的 那 因為 其實我是屬於 收救隊 那個 救助中隊 那我們的裝備 已經比我們 其他的 義銷單位 比較好 因為其他義銷單位 並沒有 每一個人有一套 空氣呼吸器 那讓我看一下空氣呼吸器好不好 好 這剛好超過年限 其實 這看起來好像有歷史了 說實在話 我不曉得 這一套 他的年限到什麼時候 但是 我 我 我能堪用 我就繼續用他 那他 我剛剛在 那你怎麼知道他堪用不堪用 吸得到空氣就算堪用 對啊 沒有壞掉就是堪用 所以我們完全不管年限這件事情 那你年限到 那如果說好 OK 假設說這個空氣瓶連線到了 那我上腳出去了 我就沒有空氣呼吸器了 那我要救災的時候 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覺得說 OK 我的錶 雖然說 有啦這個 其實他蠻模糊的啦 這是真的 是真的蠻模糊的 看起來 我們就是拿 這罐裡面是空的 沒有看起來好像 我還沒有開啟 其實 其實我這一支瓶子 正常來講 是三百八 然後他的殘壓警報 是在五十八 那 我自己在填充的時候 我不會填充到三百八 你都不會懷疑說 這個那個所謂的壓力表 是準的還是不準的 有啊 當你吸不到空氣的時候 就不準了 用命去測試這樣子 我們常常會 會遇到這個情況 就沒有 怎麼辦 趕快趴下去 怎麼辦 謝謝副隊長 不過中午 我覺得副隊長講到一個 最大的問題 他認為說 他如果這個 舊了 壞了 袖口沒有防護的 如果繳出去 才能換新的 繳出去發生火災 我是要請假去打火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看大哥 他的這一組裝備 講真的啦 完全不合格 為什麼不合格 我覺得過期 反而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固定時間做檢驗 是 對 你像消防醫來講 為什麼消防醫一定要做檢驗 你包括你的化學物質 你的什麼物質 菸成什麼 他事實上是會是 影響他的材質的 你知道他那個都是 有那種 他其實他外面都是有刷一些 你防火防驗的 是 你是會去影響他的材質的 所以 你帶 我們像這一場大火 我們都會建議說 只要他們回來 你們一定要把你們消防醫 你全部都去送洗 送洗完再做檢驗 是 他是不是還有這些效果 沒有這些效果做補強 如果已經有影響到效果 他就應該做汰換掉 所以你說空氣呼吸器 我覺得也是一模一樣 你一定要做檢驗 尤其是空氣呼吸器 我記得要三前五年 一次要做檢驗 所以我們現在是中華民國無情 還是長官不重視的問題 我覺得是不重視 是完全是不重視的問題 尤其易消 會更可憐 因為我連緊消 我都搞不定了 我一定給易消的裝備 會更差的 甚至是無心的就是 空氣拿起來 還可以穿就給你用 那他有沒有檢驗嗎 我也跟大家講 沒有 真的沒有 你們議會不是半錢 說要買這個嗎 我聽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蠻錯愕的 因為當然年限跟勘用 這是兩回事 剛剛其實副理師長講得很好 重點是你可不可以用 是 那我自己在議會裡面審核預算 當然第一 我們桃園市我們的這個消防局的公務預算 從一百零四年的十九點七億到一百零七年的二十五點九億 我們議會沒有刪過 他提多少 你預算增加不一定是去買設備啊 對啊 然後呢 好ok 針對所謂的充實消防裝備的這個器材 這個部分 四年共計編列約四億 就是包括什麼呼吸器啊救命器 等等等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提出來的 我們議會是一毛錢都沒有刪 因為 新烏大火的案件 讓我們就是說 我們不敢去賭這個東西啊 是 我今天要是刪了 你預算說真的哇 我怎麼對社會交代 沒有 一毛錢都沒刪過 那我真正想要問的就是說 好啦 我們也不幫你拿啊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我不曉得說 在他們的評估裡面 是認為說 年限不年限不是重要 所以恐怕就不是沒錢的問題 而是政策上 並沒有要求說 什麼一定要換的問題 我們 我覺得可能就是說 剛剛副理事長講的那是關鍵 年限跟堪用跟檢驗 他的關係到底怎麼樣 以我們桃園市來講 我們桃園市市政府的預算 大概是一千億左右 加上基金預算一年 大概是一千五百億左右 那相對來講 這個恐怕並沒有到那麼高 我不曉得 而且基本上 我們並沒有對消防局 去做任何意識性的三檢 不過中午再請教 這個悲劇 有沒有辦法 不要再讓它重複發生 我又寫一段話 我覺得面面俱到是遺憾 那如果有環節出錯是人禍 因為在桃園這一件大火裡面 目前沒有明確的市政來說 是有問題的 我們就應該 目前應該定位為它是意外 但是我們也得到一個最新的訊息 是說桃園的消防員 已經有很多人有創傷症候群了 尤其這些又經歷過 新屋大火跟這次火警的 他們現在滿嚴重的 年近八旬的外婆 仍不停勞作操持家務 她恐懼日益臨近的大縣 每日燒香拜佛 請求在外地打工的兒子 回到身邊 舅舅回村後 只能靠山吃山 結居度日 生活日益艱難和迷茫 孫子厭倦了打工的生活 回到山裡飼養土雞 卻創業失敗 負債累累 綿綿不斷的大山 緊緊束縛著他們的命運 正如村口那塊 名為團魚岩的巨石 相傳有之神憋苦苦修行升天 卻被天雷擊中 伸手益觸落此為嚴 週四晚間十點 記錄觀點 團魚岩 媽媽是為你好 我跟你爸那麼拼命 是為了什麼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假如今天我沒有考上好大學的話 你還要我嗎 你還要我嗎 想用影像紀錄生活點滴 讓生命中的美好化作永恆嗎 千萬不要錯過 公視樂靈影平面攝影機 先調整 課程中有專人指導 無論是風景技術 或是美食記錄 教你用簡單技巧就能上手 並把照片傳成影片跟親友分享 一起來玩翻影像 音樂有限報比要快喔 想起幾下公視官網 第一次走進森林的龍尼亞 遇到可怕的超自然生物 你們是誰 到底想做什麼 龍尼亞要如何面對 而吹口哨的少年又是何方神聖 嗨 強盜的女兒 你是什麼人 我一清二楚 週三週四晚間六點 強盜的女兒 就在公共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